議員理事長 司徒長 魏院士 還有各位院長 我想這邊是社會精英齊聚堂 只要把大家的名頭都念完的話 我想可能要到中理去了 所以容我就跟大家講社會精英 大家好 那今天很高興收邀來參加這個週年慶 我想意義是對反感 而且代表衛生福利部 對各位的社會貢獻 教育 研究 國際交流 等等的貢獻 代表衛生福利部跟大家來表示感謝 那外科我相信是一個 有非常光榮歷史的一個 但是越來越好 我記得以前最早我有兩個徒弟 在民國四十幾年的時候 他們能夠進到外科 那時候家裡就覺得說 啊 終於光耀能美 我們家裡有一些最重要的人 進到社會職務最多的一個體系 能夠進社會來做貢獻 不過要成幾樓時呢 整個工作環境的改變 到外科幾乎有時候一段時間 幾乎要開始賺歲 有衛生福利部屬做了一些事情 我們大概從師傅標準表的改善 對於住院醫師的一些加持 然後對於所謂的一個行責合理化 環境 安全 各方面做了一些領域 現在看起來好像有穩固 大概現在的融合的管制裡面 大概稍後的十月醫師地體裡面 在整件事相比大概是100% 還能報告第二名的留任率 大概是100% 不過我們並不能用這樣做滿足了 因為這是一個門檻 我覺得一個行業要來操展政府 也需要在幾個面向來做你事 當然第一個難免談到幾個面向 但是經濟誘引是一件很重要的事 它是代表的是一個社會資源的分配 我們怎樣把社會資源的分配 放在一個相對重要的位置裡面 讓大家能夠有一個好的環境來發展 那我認為這是應該是一些非常重要的事 然後第二是醫病關係的改善 怎麼樣在醫病關係的重新的融合裡面 讓我們的醫界恢復我們的光榮 維持我們的光榮 永續的替大家來做 然後第三個呢 在職業安全裡面 還有勞動條件裡面 我們都必須要做更多的能力 外科其實是一件非常清楚的事 以往往講外科的體系都以我們的教育 訓練服務工作裡面的強度跟密度是好的 但是時代是有一些現在轉變的 工作勞動條件的改善可能是未來關心到很多年輕學子 或者相關精英跟不願意的合作到密度 而且在醫院裡面的血汗跟過勞 我認為也會影響到醫療科技 所以未來怎樣在職業上的勞動條件的改變 我們需要一起來努力 需要更多的人力的投入 所以環境必須要能夠更好 那衛生福利部 積極在行政作為上 就是法規環境裡面 做消費的努力 希望我們將來能夠做得更好 做得更多 讓大家更滿意 讓社會能夠變得更好 在這裡呢 我還是在祝大家身心健康萬事盈利 也謹祝五十周年憲政大會成功圓滿 謝謝 謝謝大家